另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议题是纽西兰籍鸡尸事件 现在后续的效应 机组人员落地之后竟然饱受歧视 甚至连到诊所挂号看病都会被拒绝 而且现在还爆出了空服员不被允许搭乘机场捷运 那么陶杰今天也表示了 为了配合防疫规定 未来就请机组人员一定要主动出示 自主健康管理的证明才能搭车 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之下 空服员是少数可以拎着行李 自由进出国门的人 乍看之下好似幸福 但却是危机四伏 甚至被认为他们就像是行走的病毒 其实台湾航空业在机上的防疫措施 在全球是数一数二好的 有口罩 护目镜 防护衣 其实染疫的风险已经相较其他国家少很多了 但即使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依然饱受歧视 甚至在纽西兰机师事件爆发后 更出现空服员不准搭乘桃源机场捷运的事件 那或许搭大众捷运的空服员 基本上都是没有扶勤的状况下 一般已经解除隔离出来的人 那所以其实不需要对他们有过度的阴阳眼光 那如果这个捷运公司那边 我们也会再去跟他沟通跟了解 桃远捷运公司事后表示 因为当时从旅客的衣着 一时无法判定是否为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 才会将证明空服员拦下 但保险起见作为边境管制的第二道防线 陶杰规定机组人员进站前要主动出事 符合自主健康管理的证明文件 只是这些机组人员就跟你我一样 需要生活工作上的压力也需要被关心 而少一份骑士就是对他们的职业 多一份尊重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好